大家好 现在开始咱们今天的每日一聊 聊聊这边的奇分意识 今天咱们接着上个话题聊 上个话题是我这个房子前边坐的停车位 叫转位 这个在加拿大是非常普遍的 除了你的这个楼房 所有的平房 咱们叫平房 我们叫house 这种房子都是前后都有这个问题 房子的周围都有这个问题 都要做这个 当然你可以不做 这个市政府没有说百分之百要求 你可以撒狮子子啊 撒的这个 这都没问题 像我们房子斜对面有一圈 他这房子也二十多年的房子 就一直没住 现在就是狮子子 这个是可以的 我的总投入一共是一万五加币 如果按现在五点多 应该是汇率是五点多 就按五吧 那就是七万五到八万吧 差不多 这里呢 费用呢 一个包括就是整个的这个工程 从他把旧的骑走 再装心的 再打呀 再灌水 你整个的一个过程是一万五 还有一个费用是我们跟政府申请这个咱们叫license 就是政府要批准你做这个 这边呢 他主要已有这个大的工程 他都要到市政府审批备案 他收起费用 他收的费用呢 是根据你的大小 你的面积大小 我这个呢 是收了二百多加币 整个的费用是这个情况 也就是一万五左右吧 和人民币差不多七万五左右到八万 那大家看一看 就是这边的工程 我认为啊 差不多一半是利润 我认为 因为这个 这个原材料就是这样嘛 水泥这个花不了多少钱 大部分都是工程 而且呢 他呢 这个 他还 我找的这个还不是真正的专业的这个大公司 就是普通的他在公司里面干活 自己成了一小公司也可以干活 但是他这个专业 他是在这个专业里公司干的 所以非常专业 自己又懒活 现在就自己发展成自己开公司 自己做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这个老板呢 是波兰人 我问过他一次 小伙子 年轻的 非常能干 所以他这一块整个的这个利润呢 我想应该是在最少最少百分之四十 所以你想这一个工程啊 一个星期 一万五 他能挣多少钱 大家就心里有输了 但是呢 确实很辛苦 他就自个开一个那个 我们叫pick up truck 然后后边带一个斗 拉着灰纱什么叫拉走 最后就他订一个那个搅拌车 水晶搅拌车 我看顾了四个 五个黑人 不是左 尤其黑人 好几个都是黑人 非常左 在这干活 就干这个体力活 整个的一个过程呢 当然是挺简单 也挺有意思的 我一直在旁边观察着看 但是这个费用 大家就能知道了 为什么我原来就说过多少次 说这边呢 这个活啊 要说挣钱 只要是你不惜体力 有的是活 像这个活就是 这帮的工人就干不完 等我在那看着呢 最后一天 他在老板走了 就是那个那个黑人在那浇水啊 失地的时候 哎 就开车过了一个 也是搞工程的 就问这小伙子 哎 你这个工程啊 怎么着 我那现在有一活也是做这个的 你能不能干 明的就是挖 挖墙角来了 把电话给他们俩就走了 这边呢 像那种有点的就是就散工的似的 我不永远跟着你这老板干 那活我也上那干去 大家都是随时的沟通 但是呢 他们干过这活 他们知道怎么干 就是这样 就一用咱们的话说 就是熟练工的 熟练的 熟练工 他干过 你想想 就是如果你要是身体好 不怕吃苦 这活有的事 我们也就是在 他在我们旁边做这个时候 我们一问他 看的活不错 我们一问他一聊 过来看 订了假 我们就同意干就干了 加拿大呢 在申请做这些当中 说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我跟大家一定要分享一下 也就是说 一定要跟政府申请这个license 申请这个证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两个好处 一个呢 你在干完以后 不用翻工 因为他已经认可了 再一个呢 同时能保证这个他施工的质量 因为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咱们不太懂 你修这个高低啊 薄厚啊 尺寸大小啊 这都有要求的 所以你要不办这证呢 你就让他听他的 可能他干完以后 政府来说这不行 或者你发现有问题了 比如这个薄厚不均 薄了 那你没办法 你只有拆了重新 那你就费用非常大 他的政府这一块呢 你看他 我那个视频演示了 第一个他弄完以后 把那地沙子都铺好了 电底打好了 他让市政府来检查 他看的高度厚度深度 他第一天 我们这第一天检查的时候没通过 就临马路边的那一块 他的深度不够 他发钱了 所以人家打电话杠子 你重新再挖 到多深多深 又挖的 第二天再来 再检查这台合格 再一个 他那个鞋的角度 原来呢 是圆的过去 现在呢 政府新规定是直的 所以呢 比如让他改 然后这个人形横道 他有打出了文 原来呢 是没有的 现在他让你隔出来 让很明确的一看 就是人形横道 从这过的 所以这些东西 你要是不申请这个license 不申请这个证 你不知道 等你干完以后 政府来说 这不行 你要改 哪里怎么办 因为这是你的 就是我的责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干的时候 你要申请 建筑 就是施工人 不管这个申请 你要不申请 人家施工就来干 规定 他也不知道 有的知道 有的也不知道 像他在自个人看 他更不知道 大公司可能行 但是你要牵扯的打官司 又是一个问题 你将来发现这个问题了 你说这你建筑公司 你应该知道 人家说了 这是你自己个人申请这个证去 你申请 人家来检查 我按人家要求去做 所以最后完了 还是你自己背着这个债 所以通过这个事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一定要自己去做 这是对你有保护 为什么这么说 完了以后 是吧 他的要求一步一步一步杠着你了 你的就按照他 因为他跟你说 也不是你施工 所以我让他直接给这个建筑工人打电话 建筑老板打电话 他就说第二天他就弄 弄完了以后 第三天就来看 没问题 按他的要求的厚度都有了 就行了 这样对咱们有一保护 因为你少一点 用咱们话说他偷懒了 但是他住进去 你又看不见 所以这质量检查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这一关一定要做 所以我在这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觉得不管是 当然咱们国内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流程 我想应该是有的 还是按张板事儿 而且在这边一定发现 有过这么几个案 就实例了 就是做完以后 人家市政府一查 让他翻 有的人呢 他是怎么着 像我的说 我按原样动 原样做 就原来的尺寸做 我没有问题 如果说像他检查 我按原样做的时候 他只是检查你的厚度 质量 按他的要求 但是呢 有的人很多的就过关了 不按原来那个 这个你必须要申请 如果你不申请 到时候他检查来 他可能让你重新翻 那我们已经发现过几例这种事情了 那你就像这一万多块钱 你就白犯了 白干 所以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 花这点钱是小钱 但是你未来的隐患是非常大的 在这呢 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希望大家也要注意这都是生活的小事儿 好 那今天咱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帮我点赞 订阅 评论 转发 咱们下期见